鼓励儿童以及少年参与公共事务 华林县府聘用第五届儿童以及少年咨询代表 16号下午由县长徐真卫颁发证书 十位居有不同学籍性别以及族群的组合代表 期盼未来能够广纳意见 积极反映儿童以及少年意见 提供县府儿童以及少年福利政策建言 为鼓励儿童及少年参与公共事务 华林县府每两年公开临选十位儿童及少年 担任儿童福利政策咨询代表 16日由县长徐真卫颁发证书 给第五届来自华林玉里万荣等十位不同学籍性别及族群的同学 将参与县府儿童委员会及卫生福利部儿权小组 就儿童福利与权益相关政策或措施 收集及反映儿童意见提案讨论或测进建言 会想要来做儿童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住比较偏僻的地方 然后就会看到其实我们跟都市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然后想要每个儿童都能得到跟都市那些所得到的是平等的东西 所以我想要来做儿童然后争取一些权益 花别就这么长 北花 种花 南花 所以历年来我们在做CRC代表推动我们都非常重视这个区域的一些平衡 那再来我们也会重视那我们所谓的比较是 脱色上的一些声音 所以仅仅下来我们结果社工伙伴的一些努力 也累积了一些经验 逐渐的在CRC的推动上面我们开始有些基础 各乡镇都有世界展望会 那也贴近了整个村里和部落 所以很多的部落的孩子其实都有跟市长一起成长 我要谢谢大家 这位阿姨也要恭喜我们十位的这个委员 这一次能担任第五届 第五届的委员 我要非常非常恭喜 然而全县就只有十位而已 所以你们在这一年里面真的要很互相的一起合作 花莲县府委托世界展望会办理陪例课程及定期小组会议 自95年委托市展会办理花莲县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提供花莲青少年请听声音及休闲娱乐场所 也监办培育更多儿哨代表 透过公共议题文化族群及儿哨权益实际参与 提升花莲儿哨环境 记者蒋包远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